江麻园双潭休闲农业区 位于苗栗县著名旅游路线苗130县上 入选十大经典农狱村的苗栗县大湖乡 江麻园休闲农业区 以及三亿乡双潭休闲农业区 拥有乡土田园的自然风光 以及风土人文的艺术体验 是可以满足多种旅游需求的两处休闲农业区 江麻园休闲农业区里 原本就发展有许多的观光果园 想要体验当一日农夫的旅客 可以选择到江麻园的观光果园 试试亲手采下渠字将果兰装满的乐趣 或者也可以到草莓园走走 看看有没有早熟的草莓 可以抢先一步来尝鲜 而江麻园另一项特产 当然就是姜 来到这里也可以到姜园里去找找看 到底平日做菜时少不了的姜 是生长在哪里 当一大块嫩姜从土里拔起来的那一刻 一定会带给您极大的惊喜 因为盛产姜 所以姜麻园的许多特产与特色小吃都与姜脱不了关系 从姜母茶 姜糖 老姜泡枣粉 倒加入了地瓜来改良口感的姜母软糖 都是不错的伴手礼选择 而这里的DIY动手做活动 更研发了特别的姜密件制作 让游客从采姜 洗姜 切姜 煮姜 炒姜等过程 逐步认识姜 这个在中医领域里有着极高评价的作物 做完了DIY之后 还可以来上一杯香醇好喝的姜汁状奶 这杯姜鲜奶熬煮至浓稠状后 再加入特调姜汁的美味饮品 在冬天时喝上一杯 整个胃会瞬间暖和起来 十足具有驱寒的效果 再来上几片以姜汁渣做成的姜饼 就是一份姜麻园特有的下午茶组合 除了姜之外 姜麻园的雾也让姜麻园休闲农业区别具风情 由于这里的地势较高 每当天气转变 气温下降的时候 白色的雾气就会笼罩弥漫整个山岭 在云雾飘渺间 仿佛置身仙境一般 这时也可以点一克搭配了姜汁麻薯当店新的姜汁咖啡 又是另一种带着暖意的下午茶选择 沿着苗130线继续往西走 接着就到了三亿香的双坛休闲农业区里 这里由于三亿木雕工艺的影响 休闲区里有许多工艺创作的体验活动 这里有独一无二的脸谱推广协会 并且用彩笔代替雕刻刀 在木雕连谱上尽情彩绘 成为老少嫌疑的DIY活动 到姜麻园和双坛休闲农业区 也可以安排住宿过夜的行程 这里也有设施完善的民宿可供选择 民宿房间的布置也各有特色 在舒适之外还带有许多变化的乐趣 在姜麻园和双坛休闲农业区里 还有更多的体验等着您 欢迎亲自来一趟 才能把真正的乐活带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